澎湖的优质海鲜首次进军美国市场 拥有有机养殖认证的黄瓜石斑 近期接到首批的美国订单 这款鱼种其实原本生长在深海中 不过当地渔民成功在前海养殖 不仅产量稳定 肉质鲜美 每公斤的价格还可以卖到1200元 堪称石斑鱼最高级的品种 这回接到美国超市500尾的订单 让渔民相当的开心 也希望借此打响澎湖海鲜名号 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批黄瓜到美国去 渔民脸上笑容藏不住 因为手里这位黄瓜石斑 接到首批美国订单 即将进居国际市场 它的肉质应该是石斑类似最好的 它不但可以煮 可以煎 清蒸 煮汤 你怎么料理都可以 而且它出来的汤是煮白色的 大赞肉质新鲜甜美 这款黄瓜石斑可是澎湖渔民 成功移植的最佳成果 黄瓜石斑原先多生长于深海 但渔民成功转移到前海 10公尺人工圈养 不但产量稳定 肉质新鲜 还取得有机养殖认证 让一公斤最高可卖到1200元 堪称石斑类最贵品种 这回也受到美国市场认可 DP是500位而已 那如果回想好的话 应该后面会有大量的订单 美国 新加坡都有提出相关的订单 国外的业者呢 他们会希望有这样的英文版本 一些认证标章的文件 那我们也都有这样的英文文件 首次接到美国订单 业者乐观期待 以每公斤800元又回家卖出 而县府头要做好准备 特制英文认证说明 就派能为每年 亦有1.8亿产值的澎湖石斑 再开拓市场 创造夹击 借澎湖 送后报道